精灵永续是全民共同愿景 在南港展览二馆登场的智慧能源周 就迎来外贸协会牺手能源业者 一同打造全台最大能源跟精灵展示场域 它的能量密度可以比传统的锂电池 大概多五成以上 能量密度高又安全 不怕漏液也不用担心爆炸的全固态锂电池 将掀起产业革命 但怎么符合永续目标更是关键 我们把物理跟化学段的电池回收 开发完成也在设置我们的试验线 我们也会让所有的民众来了解 什么叫电池回收 不只产品可回收 就连展场摊位也要诉求环保 业者立下最低费的环保展场新标杆 除了采用100%可回收材质 作为主体结构 以零废气而且可重复利用 作为我们展览周边的选材 在刚起跑的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 和静岭永续展 在南港展览二馆盛大展出 包括太阳光电 锋利能源 智慧除能业者都来共享盛举 我们是用100%可回收的塑利 做成的塑胶带 然后也包括我们还有一只 很可爱的 有点可怕的虫虫 那它是靠自身的这个 生命周期来代谢这些厨余 然后也包括电动脚踏车 那我们就希望说 这个是这件事情环保永续 其实大家都可以做 提倡节能永续全民一起来 今年展会更吸引六个国家 进驻展示 共突破1625个摊位 规模比去年成长30% 显示台湾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动能蓬勃 东西新闻 王杰林 陈建豪 在台北报导